崇仁街 我稍後轉出去 紅燈轉綠燈 我轉出去 那裏就是康寧路 康寧路是斜路 大家可以見到 有個警察叔叔 進入鏡頭 不只是一個 但另一個 另一個 大家知道康寧道 這邊 很多康寧路 應該有些一流一縫 我們去看看 是否警察在這裏工作 這個燈很久了 現在轉了 兩個警車 即是某個行業的人 應該不會站出來 多謝警察叔叔 這裏真的有時烏煙瘴氣 是吧 ABC便利電 開了沒多久 我講幾堂 以前都錄過來 沒有了 所以說 這裏是不想要的人 那些街道走路 沒有了 那些街道走路 沒有了 不知道 老實說,不是呀,走下來,還不走? 你真是大膽,來這裡逗客,我見到 這個,難怪那些老人家會心思思 第一,他們可能很寂寞 第二,老人家不等於不Horny 你以為年輕人充滿愛嗎? 老人家都可以很Horny 他還能搞事,心思思 I don't know Northern Lady 不一定不沽,可能是本地人 I don't know 我猜他應該是 around 50 歲 和他70 歲也有20 歲 他都會覺得他有吸引力 再加上,不知為何他們飯肉得很好 即是警察在 upper section 那裡 警車就在上面 走到 corner of the street 那裡 所以,是不能搞事 我不知道,如果沒有一個伴侶 我會不會又像這些長者一樣 所以,我不想道德批判他 小心點,勞力示錶 搞了一次,不見我勞力示錶 還會被人嚇一頓